佛陀告诉我们 无常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任何一个事情 在世界上的事物 只要你爱它了 你拥有它了 你只要能够喜欢了 或者你不舍得了 等到它无常来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难受 所以佛陀曾经告诉比丘们说 其实这个无常 不是你们真正的我 不是真正的自己 为什么佛陀这么说呢 佛陀说 这个无常它是不长久的 它不是一个真正你自己的感受 因为它不该停留在这个痛苦的我当中 因为苦啊 是我受 是自我 是我着我向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佛陀让我们知道 对世界上任何的事物 佛陀认为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物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了 你必须不能着想 不是你的东西 你去停留在 以为是我的 那么你就会在痛苦当中停留 所以要离开这个痛苦 比方说 我们有一样东西 一个房子 比方说 你借贷款买了一个房子 你觉得这个房子 当时你贷款买来的房子 觉得是你自己的 你非常高兴啊 又擦又洗啊 这是我的房子啊 对不对啊 等到你贷款还不出来了 银行把你收掉了 你痛苦了吧 你想清楚了 本来这个房子就不是你的 你就不会痛苦了 因为这个房子无偿的了 不属于你的了 你这样想的话 用这种观念来看 那叫正性正能量 所以人就不会生活在 一种无常的痛苦当中 所以佛陀经常让我们拥有智慧 我们人 虽然有时候 无形的一种内心的感受 我很喜欢这件事情了 我很爱我的妈妈了 爱我的朋友了 爱我的同学了 甚至我很爱吃这个菜 这些都是无常的 菩萨认为 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 你今天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 哎呀 我感觉到很开心 这个是我的 实际上过一会儿 就不是你的 这是一种感受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的佛友 非常的累的时候 很渴的时候 买了一杯 就叫奶茶 放在那里 是你的挖 是我的 花钱买来的 总是你的挖 是的 但是它无常 你刚刚走到边上去 一个人走过来 拿起来 咚咚咚咚咚喝完了 等到你一回来之后 哎呀 对不起 这是你的 我喝了 这杯奶茶都是无常的 你当时感觉心里 那个难受 那个不开心 觉得对他这种素质 等一等 一切一切的 你是怎么感受 那就是一种心里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佛陀就是让我们懂得 你内心的任何的一点痛苦 也就是感觉呀 你感觉痛苦了 你就痛苦了 如果同样一件事情 今天一个同事 把你这杯奶茶喝掉了 你觉得很好啊 我做功德啦 喝了就喝啦 他需要喝 我再去买一杯 不就得了吗 你这个痛苦不就是 在内心当中 这种感觉就没了吗 哎呀 都是学佛人 他喝了更好 他功德做得大 他刚刚忙得不得了 你这种心的话 你的内心的感觉 痛苦就没有了 所以人活在一种 内心的感觉当中 痛苦 幸福 希望 都是一种感觉 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痛苦的我 其实不是真正的我 大家听懂吗 就是你今天痛苦的我 不是你的我 不是真正的我 只是一种感觉啊 只是你 一种思维上 停留在内心 一种痛苦的感觉当中啊 你想通了 这种感觉就没了 你没想通 这种感觉 就一直在你心中啊 所以不应该把自己的思维 停留在你 停留在你自己内心 痛苦的我当中 我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我很痛苦 对不对啊 幸福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我很幸福啊 都是一个我字吧 那么你把自己的心 停留在幸福的我的当中 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 而不是把自己的心 去停留在 痛苦的我的感觉当中 这就是佛陀讲给我们听的 哲学观 这个叫真谛